斯巴达竹,一颗变异的竹子 左手拿竹竿,右手拿盾牌 一株可攻可防的植物 当有僵尸出现在它右侧时 会用竹竿朝僵尸刺去 对僵尸造成伤害 斯巴达竹作为成卡植物 也是一株近战植物 种植时需要消耗175点阳光 冷却时间为21秒 攻击范围右侧两格 一接斯巴达竹 当僵尸出现在植物右侧两格时 会用竹竿对僵尸造成伤害 斯巴达竹同样能对障碍物造成巨大伤害 二接斯巴达竹,战斗狂人 当斯巴达竹击杀僵尸后 会进入狂暴状态 攻击间隔降低0.25秒 持续时间2.5秒 然后会在2秒内恢复正常 如果狂暴时间内再次击杀僵尸 狂暴时间会得到刷新 当盾牌被击碎后会进入狂暴状态 植物种植的冷却时间变成12秒 三接斯巴达竹,彻底疯狂 在狂暴状态下 攻击间隔再次降低0.25秒 持续时间为5秒 植物种植的冷却时间变成9秒 四接斯巴达竹,能力觉醒 种植时有中概率直接释放能量斗大招 斯巴达竹对所在行以及上下两行 二格长度范围发出冲击波 对僵尸造成伤害和短距离击退效果 五接斯巴达竹,战阵觉醒 当斯巴达竹两格之外出现僵尸时 会抛出手中的竹竿对僵尸造成伤害 此时冷却时间为6秒 当种植的斯巴达竹组成田字阵形时 斯巴达竹的攻击力和生命力会得到提升 抛出竹竿的时间变为6秒一次 会选择前方两行范围僵尸最多的一个作为目标 对目标三乘以三范围内造成多段伤害 谢谢大家